第139集 漆黑的夜 诡异调的女尸 疯掉的人 一切都是那么的诡异 那么叫人心生恐惧 不倒还好 张欣没经历过这种情形 愣了下竟然松开手 杨克狂笑不停啊 根根的传出好远 好在这时候 咒语已经念完了 我手速的机快朝着杨克印堂一贴 啪的一声 贴在脑门上了 就见他身躯一颤 渐渐平静下来 流露出了迷茫的神索 浑浑扭头看向我 愣愣的问 我 我怎么到这儿了 我见杨克好转起来 还是不敢大意 更不敢刺激他轻声的说 没事了 跟我回去吧 外面雨下得愈发的大起来 我和张欣对视一眼 扶起贴着黄浮的杨克 大步的朝会客厅走去 我很怕我不在这段时间里 会客室里出事 所以走得比较急 挥开会客室的门 看到温暖的灯光 看到屋子里人都在 我忍不住松了口气 于海和两个男摄影师 上起来帮忙 搀扶住杨克 所有人都呆呆地看着我 眼神中透露出来的是那种依赖 让我感觉责任重大 黎灵不在 现在就剩下我 还会点倒数 压力很大 回客室里的蜡烛燃烧着 透出暖暖的光亮 见到光亮 我忍不住 感到疲惫 折腾一晚上 哥们也不是铁打的 我找张椅子坐下 开了份表 都快十一点了 风雨却是一点 小下来的意思都没有 大有吓到天荒地老尽头 就在我愣愣出神的功夫 三位女嘉宾中 最腼腆的陈怡 惊恐的说 咱们被困在这里 不是个办法呀 能不能想办法出去 还有 黎灵和徐荣怎么不见了 他们是不是也遇害了 大家这才想起 黎灵和徐荣一直没出现 都朝我看过来 我特抹着歇会儿都不行吗 刚泪跟死狗似的回来 身上都湿头了 偏偏不放过我 还要问黎灵和徐荣去哪儿的 我能告诉他们 黎灵和徐荣斗法 斗得消失无踪了 那还不是炸了锅呀 我哪敢刺激他们呢 只能是皱眉头猪啊 我也不知道两人去哪儿了 估计是 王八乔绿豆啊 对上眼了 聊到海头鸡 找地方深入接触 雨太大困难了吧 可徐荣 不是跟你约会去了吗 怎么又跟黎灵约会了 神怡又捕了一刀 我忍不住头疼 这小娘们故意的吧 我朝他看 究竟他 眼神惊恐 不像是装的 只能是说 我和徐荣聊了几句 话不投机就分开了 估计呢 他是碰到了四处闲逛黎灵了 这次没有人再问了 开始商量是不是该离开宾馆 我是真累了 还要防备这些人里头有搞鬼的 短时间又分明不出来 一直提心吊胆的不说 这帮子货还要离开 啊 我脑袋都大了 忍不住说 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袍吗 恐怖片都看过嘛 一般这种情况 等有些傻缺惊慌的要离开 结果半头被人灭的干干净净 你们自己瞧瞧 咱们是在山上 风雨这么大又没车 出去找死啊 我说完 没有人再开口了 都瞧着我发愣 接着三三两两的互相窃窃私语 显然我画起了作用 作用也不大 还有人蠢蠢欲动的要出宾馆 我实在是累得快虚呼我了 走到张六六跟前 小声道 六六 帮我紧盯着点啊 我先休息一下 有什么事你叫我 张六六刚要开口 我一把捂住他的嘴 小声道 知道就行了 别吵着 张六急忙闭嘴 点点头 我装作若无其事的坐在椅子上 可哥们也不会睁着眼睛睡觉啊 忍不住要看看剩下这些人 烛光下 每个人的脸庞都是明暗不定 一个跟那孤魂野鬼似的啊 我见谁都像是坏蛋 都有点疑神疑鬼了都 看着一张张不怎么熟悉的面孔 回想发生过的这些事情 心中突然一动 难不成这里边有个虚荣的同伙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 可谁会是呢 越想越远 想着想着 脑袋不受控制的迷糊起来 坐着睡着了 迷迷糊糊中 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 突然有人推我 力量还挺大 我睁开眼睛 迷茫朝右边看 就见张心一边推我 一边小声道 郎总 郎总快醒醒 出事了 我正处在似睡非睡的阶段 迷糊糊的问 出什么事了 张心朝窗户边 憋憋嘴 我顺他的暗示的方向看 就见杨柯微笑着 哼着一首歌曲 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 多了一个小小的 折叠梳妆镜 正对镜子傻笑呢 我见杨柯并没有搞出 太大的动静 没想先前那样的风效 反而平静得很 皱眉 他不是挺好的吗 出人闷了 郎总 你仔细看看那神台 再看他手中那镜子 张心神情惊举 话呢 说得快又急 嗯 我应用了一声 仔细的又朝杨柯看 这一看 果然觉着有些不对劲了 杨柯的笑容 十分的古怪 神情带着一丝扭捏 像个娘们那样啊 哼唱一首 听不出来是什么旋律的歌曲 头歪在一边 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手中的化妆镜 眼角有血迹一出 而他却像是感觉不到 小声的笑着 我迷茫的看了一眼其他人 发现除了我睡了一小会儿外 没有一个人睡着 都在各自强撑着 并且每个人都离杨柯远远的 充满了恐惧的看着他 房子里寂静的几乎没有声音 杨柯印堂上还贴着黄服呢 如果有鞋碎 黄服不会一点动静都没有 可他的模样实在是怪异 更让我不解的是 他手中的梳妆镜是哪来的 那镜子太过女性化了 杨柯又是个阳光的男人 不可能随身带着梳妆镜 只有女人还会有这种东西 我忍不住朝剩下几个女生就问了 杨柯手里梳妆镜是你们的吗 不是 他手里梳妆镜是蛛丝语的 我见蛛丝语用他补过妆 没错 就是蛛丝语的 神医说的可是确定 眼中流露出来的却是惊恐 身体也在微微颤导着 你不会看错了吧 我急忙问 不会 我和朱思雨谈得很来 只要有时间就会在一起 我今天用过镜子画古装 镜子背面是个古装女人 我朝镜子仔细看 甚至为了看清楚梳妆镜的背面 还歪了歪头 调整角度 果然镜子背面是一个抽象的古装女子 很精致的小镜子 杨柯的情况已经不只是重鞋那么简单 而是变得更加诡异离奇 我看向杨柯 心里忍不住一阵阵发寒 杨柯对我们的说的话和动作是没有半点反应 仍是瞧着镜子黑黑小声的笑着 我实在是没法忍了 忍不住了 侧身到杨柯身边 探头朝镜子看 隐约的看到镜子里房屋笼罩了一层雾气 里面有个女人的影子看不太清晰 但那白色纱裙 还是让我觉着那就是柱思雨 柱思雨一个心死的鬼 就算是横死 也没这么大本事 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在装神弄鬼 就连杨柯印堂上的黄服都抵挡不住 我急忙单手捏嘴雷诀 朝镜子止去 还没等碰到镜子呢 杨柯突然乍失一样的跳起来 尖叫一声 把镜子高举过头 小镜子里似乎就伸出一只手来 拼命的撕扯杨柯的脸 鲜血顺着脸向下流淌 很快他的脸就变得血肉模糊 杨柯的模样引起一片惊呼啊 女生开始尖叫 我头上都冒汗了 本来就是想不出来用什么法术破解眼前的局面 尖叫声一起更加的着急慌乱 杨柯的情况愈发的严重啊 随着镜子里的那双手的撕扯杨柯脸上那不光是血了 而是带着血肉掉下来 这情景比古部片更加甚人 真真实实的发生在我眼前 我看着阴眼能看到那双手 别人却是看不到 杨柯的情况已经坏到极点 再让镜子里的手撕扯下去 会不会将脑僵子都给抓出来啊 我急忙掏出锁魂牌 但一琢磨杨柯已经都疯疯癫癫了 再用锁魂牌勾起他身上的神魂 哪怕一丝一毫 情形只能更坏 情急之下 突然想起一百大吉祥 弹智君欲因神咒 此神咒能够忽悠一方平安 更能让人心生出那清静来 我急忙脚踏钢步围绕杨柯念诵咒语 随着咒语声的响起 镜子里的手突然就直缓了一下 杨柯似乎也在挣扎 情形好了许多 有了这么个机会 我急忙趁着咒语的空当 对其他人道 都给我一起念诵 大家愣了一下 开始随着我的念诵跟着念起来 杨柯的嘴角呢 那他哼着曲调突然就变大了 像是有意对抗我们念诵经文 杨柯的情形开始有点好转了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脸上突然又露出那种诡异的笑容 镜子里那双手也再次出现 朗总 这样不行啊 再这么下去 杨柯就不能要了 张心眼见杨柯成一雪人 着急朝我喊 我也觉得这样下去那不是办法 可我也是没有办法可想 我不是不想躲下杨柯手中那舒张镜 但我先前施法的时候 非但没有破解的小镜子 反而变得更加凶险 我怕施法不对 杨柯的情形更加恶化 可也不能老这么下去啊 再这么下去 杨柯早晚就要完蛋了 不管怎样都要试一试 我举起锁魂牌 往前一跳 猛地朝杨柯高举的手中那个 舒张镜子就横子而去 锁魂牌有追魂索命的力量啊 要是小镜子里边有蛀丝与死后化成的恶灵 没准能把他给勾出来 我动作已经够快了 没想到杨柯的动作更快 突然一手是抓住小镜子捂在胸口上 一只手抓住我的高举过头顶的锁魂牌子胳膊 使劲向下一拽 拽得我猛然向下一坠 差点摔跟头 杨柯猛然回头 双眼凶狠地盯着我 眼神中充满了暴力和邪恶 我被他的眼神吓掉 手劲缓了一缓 就这么一缓的时机 杨柯咯咯咯的一阵疯狂大笑 笑声完全掩盖住了众人诵经的声音 他一把将我推开 猛然撞向窗壶 砰的一声响 撞碎了玻璃 从窗口跳出去了 我没料到杨柯 这风劲竟然这么大 一个没防备 被他推倒在地 那等我爬起来 他已经从窗户口跳下去了 我急忙跳到窗口向下望 风雨中杨柯从地上爬起来 咯咯咯地狂笑着朝前面跑 一边跑 还一边举着那个小小的梳妆镜 窗户一碎 外边的狂风暴雨立刻倒灌进来 立刻又是引起一片慌乱 已经有女嘉宾开始疯狂地拨打手机 甚至有人要逃出去 我头都大了 为了这些嘉宾的安危 我真是煞费苦心 就是希望他们别出事 可还是阻挡不住 接二连三的意外发生 我来不及多想 对剩下人道 出去就是个死 都冷静下来 等着桌子把窗户堵上 李琪 你掌控下局面 嘱咐两句 拎起电筒追出去 我没让张溜溜跟着 张溜溜就没动 张心跺跺脚就跟我跑出去了 下了楼 雨更加大起来 简直有暴雨的趋势了 我朝笑声传来的方向 努力地追 一边暗暗后悔 杨克已经中邪了 刚才怎么没把他给绑起来呀 啊 再抓到必须要绑起来 否则不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 但他是个大活人 中邪之后力量大的吓人 动作也快 更有一股疯狂的劲头 实在不行就只让动武了 将他给敲晕了 啊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拿定了主意 我不再犹豫 点了点手中电筒 我手中电筒 是那种功率很大的大电筒 十分结实 完全可以当那个榔头来用 杨克的身形在暴雨中若隐若现 好的十分快 还是奔着泳池那边方向去的 但他的尖叫声却渐渐地被这花花的水流声给所掩盖了 可宾馆附近也没有河呀 怎么还发出这么大的水声啊 难道说由于暴雨的缘故 泳池涨起来 啊 流淌人喝了 想到这儿 前面两个突然停下来 转身朝我大喊 你追我该行吗 你追我该行吗 我们都得死在这儿 谁也逃脱不了 我们都有滋味 我们都该死 我现在停下来 脚下也火力缓 电筒光芒下 前面那条原本精致的露天游泳池 竟然变成了很大一片 水不断地溢出来 朝着地势低的西北方流下来 真变成小河一样了 水流翻滚出那轰鸣声向下方流 硬池变成这个样子 是我万万没想到的 我怕杨克风劲上来 跑到水里头 大致被水冲走就真麻烦了 沿街杨克就在我面前 不远的地方 想也没想猛地跑过去 跃起来将杨克扑倒 我将他扑倒 沾了一身的泥 心中却一喜 翻身压在杨克身上 手中手电朝脸上晃去 这一照 我手一哆嗦 手电差点掉地上 这件杨克的头发 几乎被他拉扯掉了一半 脑袋上面的皮肉也翻了起来 有些地方甚至能看到白色的头骨 雨水脑袋上的血水混杂在一起 不断向下流淌 已经变得不成人样子了 杨克被我压在身上 仍旧是狂笑着 右手举起来那梳妆镜 朝脸颊上温柔地贴过去 我忍不住了 一把将他手中的梳妆镜 夺过来扔掉 梳妆镜离开杨克的右手 但他的动作却并没有因此停下来 还是继续去贴着自己的脸 我清楚地看到 他的手停留在空中 一面梳妆镜诡异地出现 被我想起来扔掉那面 助思雨的梳妆镜是一模一样啊 靠 我骂了一句 也来了脾气 又抢下梳妆镜扔掉 我原本是想把杨克给砸晕 可他脑袋上的肉都翻了上来 我一砸会不会将他砸死呀 有了顾虑我也不敢应来 大声朝靠近过来的张心道 有没有绳子啊 快将他绑起来